在這裡我們就來玩看看超音波跟LED點矩陣 一起共用 馬克一號的電源 還有接地的部分 那我們還是照標準的方式先把 電源線的部分 這些杜邦線 先把它接好 原則上接到這些裝置的 電線的話呢盡量就是先照他原本的排列 排列整齊這樣待會我們要對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我們呢先確認一下 在 這個LED點矩陣的部分呢 他目前的電源是這條棕色的 所以我就把它接到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好我就把它接到這一 這個麵包板上那現在呢 這個麵包板的這個待會我們就會共用所以等於是 這一塊 這一塊的部分待會都是當電源用那我也可以 同時把我們現在 超音波電源的部分 是這一條白色的我就把它接到上面去 這樣電源的部分 在這邊 兩條就有接在一起的 那麼另外呢 這個 接地的部分呢 我們在這邊接地的話 這一條是紅色的 LED點矩陣上面是紅色的 所以我就把紅色的 拿過來另外一邊 把它稍微分開來 那一樣的道理 就是 待會呢這一條 錘子的部分 錘子的部分都是屬於 接地的 那 再把我們 超音波 接地的部分是屬於藍色這一條 藍色這一條 我也接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有兩個部分 這個是當 共用電源 左邊的 右邊的部分呢 就是做接地的 那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再把 馬克一號的 相對應的 那個 電源 拉到 左邊這邊 把他的接地 拉到右邊這一條 現在我來把馬克一號的電源部分 五福特的VCC 我就把它接好之後轉接到這一 左邊的這一個上面 那一樣的把接地的部分 接好 讓他延續到我們 右手邊的部分 這樣 電源跟接地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麼剩下的訊號線的部分呢 像我們超音波會用到兩條 LED點矩陣會用到三條 那我就把它接到 這裡來 好就跟原本的方式一樣 LED點矩陣 我就接到我們這邊的678 那麼 超音波的部分呢 超音波的 我就把它的另外兩條 訊號線 用到我們 這個上面的10跟11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去 感谢观看